紅毛蛙,歡迎收看客新聞 我是品鈞 今天要帶來看的新聞是 年終拼行情 投顧點15將出列 歷年12月 封關的行情上漲機率都非常的高 再加上今年上市櫃公司的獲利很好 反而在年底積極的作葬 就是為了收尾這個年終行情喔 那大家可以留意的產業趨勢呢 再加上明年又可以繼續期待的 就有5G的應用伺服器還有電動車 而法人青睞的還有航運ABF待辦 還有高速傳輸等題材 除了剛剛所說的產業趨勢以外 再加上法人近期買超千張的 就有15檔個股 是被看好上工動能可期的 像是鋼鐵就是受惠於美國的基礎建設案 而5G伺服器的需求則是持續在成長 是投顧法人們一致認為看好明年的重點族群 體積則是因為車用零組件 還有5G的相關網通設備 再加上低軌衛星還有WiFi6的產品開始量產 帶動了營收成長 將以上資訊提供給大家 大家還想知道什麼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回再見 掰掰